对于单身人士 可以不爱 但不要伤害 真的 他们的日子真不容易 这不我们栏目的单身青年花风 哎呦 前几天在家呀 又遭受了遭遭了 他老妈的娃脱了 真的 你去看他通知了吗 我妈说 你找不到女朋友很正常 像你和你爸这样的 我看着都烦 要不是因为有你 我早就和你爸离婚了 妈 你不是看我也烦吗 那是我妈法院把你判给我 同事天涯沦落人 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和你不一样 你是大龄单身男中年 花儿风 你也不要看不起 大龄单身男中年风格 有句话很有哲理 是这么说的 山下的人不要小看山上的人 他们是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山上的人也不要看不起山下的人 他们总有一天会爬上来的 花儿风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狂 好不好 给你再长大一点 你自然就成了风格那样的 大龄单身男中年了 不是这个没意思是不是 每天都看见我玩笑 行得我特别刻苦 来吧 看点有意思的吧 咱们去播播朋友圈看一下 下话时间 猪八戒出备收活的时候 觉得自己不懂礼节 怕得罪唐僧 于是问孙悟空自己该怎么做 悟空说一会儿 你看我怎么做 学着就行了 二人见了唐僧 悟空规规矩地跪下来 师父啊 瘦厨一半 八戒顿时心理神会 也跪下来喊道 是吗 胖脱一半 沙僧也跪下来 师父 傻脱一半 观众朋友们 胖我一半 不知道为什么 上班之前 我身材跟孙悟空差不多 几年下来的身材 有赶超猪八戒的 其实不行 这不轻松 也不真实 我的本来面目 是朋友圈朋友圈 再这么下去 我要成朋友圈猪八戒了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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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班我就去健身房 真的